一夫多妻放到现在这种时代背景来看,有点荒谬,但就在香港艺人邓赵尊身上却实现了,出道已经二十多年的邓赵尊出演过最大金枝, 写大欢喜,当马丹等电视剧,但都为龙套角色,他在演戏方面没有什么大成就,顶多是混个脸书而已,其实最让人惊惊的道德是他的感情事迹,邓赵尊在香港有着现代为小宝之称,他有三个女友,分别是大婆科门,二女友离子,以及三女友克里尔,如果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, 这种情况,几个老婆之间应该会整风吃醋,生活很不太平凡,但邓赵尊的三位女友像姐妹一样,相处十分融洽,经常和穆德做菜一起吃饭聊天, 邓赵尊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,都是三位女友倒追的他,他还和女友们约法三章,自己装身不结婚不胜于子女, 三个女友表示尊重他的想法,说到这,你大家肯定很好奇,邓赵尊到底为什么能够作用三七四千呢? 嗯,还不是因为有钱,邓赵尊本人身家雄厚,他的父亲邓永祥是乐剧大师,和赌王私交顺利,早年在赌王的提点下参与了一些投资,也置办了许多产业, 在一九九七年病逝,是给儿子们留下了四个亿资财产,而邓赵尊作为长子,顺利成章的成为一个光靠家产,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富二代。 大家对邓赵尊有三个女友已经见怪不怪了,但是近日港媒拍到了五十一岁的邓赵尊有了心花,他带着一位年轻女子逛街,同行的还有二太车离子,画面里邓赵尊和新婚靠得很近,非常亲密,两人边走边聊,看起来很呵拍。 女友轻离子,则与二人隔着一点距离,神情有点落寞。 二女友离子是邓赵尊三个女友中脾气最温和的,难怪邓赵尊会放心带他和新婚一起出街,但不管怎样,这新婚与旧爱在一起,难也会有点尴尬啊。 接着三人走进了商场,一向注重公众场合的邓赵尊,还忍不住戴上了年轻女子的肩膀,车离子则是全程陪笑陪聊,但年轻女子好像只顾着和邓赵尊说话了。 在挑选裕子时,邓赵尊也只顾着帮年轻女子选款,一旁的车离子明显被冷落,但幸好,最后走出商场时,车离子和年轻女子手里,都提着一袋一物。 看来这些方面,邓赵尊是以视同仁的,偏不偏爱哪一个不好说,但物质上能做到公平,有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啊。 原本邓赵尊的三位女友在一起可以和睦相处,现在却加入了一位年轻莫美,被受宠爱的新婚,不知道四位女友,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安和平公主啊。 原本邓赵尊